从返无极思论 再到雪州初弹 抨击敦马 再到敦马归还勋弦 那雪州初弹和敦马两人的矛盾 似乎越演越烈 那这一次归还勋弦 是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敦马今天做了这样的回应 除了雪狼娥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批评敦马自卑 怒火足以烧毁整个国家 若婆苏丹伊布拉辛殿下 早前也不满无极思论 抨击敦马散播仇恨 分裂种族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敦马又会不会归还 其他州属刺风的勋弦呢 面对柔佛苏丹的批评 敦马不愿评论 事与红山军领袖拿都斯里加码 早前抨击敦马 归还勋弦的举措很幼稚 更挑战敦马搬离雪狼娥 敦马反击 雪州不属于加码 希望联盟与众领袖 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宣布来临的星期五将举办集会 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巴都空间张雨林雪狼娥采访报道 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Ti don't saw